守護健康力保障 耶 這樣子的一種狀況是需要大人來家也呵護的 我們當然相信家裡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兄弟姐妹 大家都非常的疼愛他們 在學校裡面在政府裡面呢 我們也應該要盡到這樣的責任 所以呢我們從去年開始呢 就對全縣的國中二年級以上的女生呢 來施打子宮頸癌的疫苗 就是因為他的效果非常的好 我們希望呢能夠守護他們的健康 那去年施打的情形相當的好 大概接種率有達到99% 也感謝家長給我們的支持跟配合 滿意度達到99.2 所以說今年繼續要再來做 我們這些疫苗都已經採購好了 我們仍然是要給我們小朋友們最好的疫苗 也就是酒駕的疫苗 那今年開始施打 我們感謝醫療院守跟我們的合作 在此要呼籲學校老師也好 家長也好 都能夠鼓勵我們的小朋友 永遠的接種接種 國際上對於子宮檢癌 疫苗的一個原發 是越來越進步 那從兩架四架到九架 那麼目前的九架 施打了以後 對我們這些國中的女孩子 在九歲以後施打的話 他的保護力是可以高達超過九成 那從過去的七成左右 升高到九成 所以雲縣政府為了保護 我們的國中的女生 所以我們就選擇最好的疫苗 保護力也是最好的 這樣的一個新鮮的疫苗 是九下的疫苗來施打 那這個是當然 鼓勵我們這些 女孩子能夠早日施打 對於未來保護 不管是子宮檢癌 或者是HPV的一個感染 都有相當好的一個預防的作用 那當然疫苗打的以後 除了這些好處以外 當然它也有一些所謂的 副作用 那這些副作用當然就是說 其實它對於一些蛋白 有過敏的 或者曾經有過敏的死 那必須要跟醫師來討論 是不是適合打 所以呢我們也是 大部分的人 都是適合來打這樣的疫苗 它的安全性 是國際上是無益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呼籲 所有的國二女生 只要你願意打 縣政府都有提供這樣的疫苗 來幫我們小 國二女生來做施打 那今年呢 比較特殊的疫苗 國際上供應比較晚一點 所以呢 今天我們開打的事情 就往後的延 那中央有一個政策 就是針對國一女生 來施打這個疫苗 那麼這個中央的政策 它過滿的是兩件的疫苗 但是我們李建勇縣長 非常重視 認為說我們還是要施打 更有效力 更好的一個疫苗 所以李建勇縣 也會自行來採過 9家的疫苗 來幫我們的 國一的女生來施打 但是呢 這個事情上 可能就會延到下前期 就是我們明年的3月 才會對於我們現在的國一女生 來前面施打 9家的疫苗